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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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滞留在柬埔寨或者缅甸地方 具有帮派背景的国人总共有242人 那这个从他的一个滞留的比例来看 帮派所占的比例是相当的高 那因此我们研判帮派进入到这个人口犯例一定有一定的一个程度 那因此为了要斩断这个人口犯例的这个犯罪手法以及供应链 所以刑事局就发动全国这个扫黑行动 那这一次这个帮派总共查过到47个组织 281人帮派分子来盗案 另外其中也有13件以及43人的帮派分子 进入到这个人口犯例的情势 那因此警方就针对这些活跃的帮派来再打击 那这一次的人口犯例 帮派背景进入到人口犯例的竹连 四海 天道 峰辉沙 还有其他地方组合这43人的涉及 那以后警方也会连续来再扫荡这些帮派分子 另外近期发生集体的一个枪击案件 那为了遏止这些枪械的供应以及斩断它的源头 所以刑事局也通订各县市警察警来同步扫荡枪械 那这次扫荡的枪械总共有94支改造枪枝 以及九处的一个地下改造工厂来查破 那相关的这些违法的形势 那警方一定会再继续追查 溯源它的源头 包括如何进来 如何改造 流落到哪里 都是我们要溯源要打击的 那有建立年底的一个九合一选举 国内的治安的维护相形非常重要 那因此警政署也会针对国内的这些 这些树枪以及帮派的危害 持续一波一波的一个扫荡 来维护年底的一个选举治安 刑事局清查改造枪械来源 锁定开设玩具模型枪垫的郭姓男子 设有仲嫌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肩搜证 查获他所长力待售的99把模拟枪 本大队分析近年来射枪案件所使用的枪械 发现多数模拟枪加工改造 使用的子弹多数次市售空包弹改造而成 改造后的枪械其性能 与自射枪械不分宣制 在清查相关放售模拟枪民主舰的商家 锁定云林某家玩具枪店 清查下游的一个买家 发现却有改造枪弹的嫌疑 案件抓获小组在查知这批模拟枪 存放仓库的地点以后 在云林嘉义等地 共查扣模拟枪99支 另外我们巡线也查获了下游 购买枪支改造的拨信嫌放 同时起初改造的MK18 除几步枪一支 冲锋枪两支 手枪两支 指弹及大D的改造工具 全案引起新北地检署偵犯 涉案的三米嫌犯军招 裁定羈押禁建 那我们这次所查获的改造长枪中 有一把比较特别的 是MK18的足起步枪 那这把步枪原来是美国海军 军械部所研发制造的 那是专攻相关的执法单位 来使用 它的改造的难度 比较高 那性能威力也比较大 那目前 这个是我们国内 首建查获的MK18 足起步枪 那相关的执法单位 大概发光我们刑事局 还有海巡署等单位 的特勤人员 也有在使用 那这次啊 及时的来查获 避免它流入市面 造成人员 生命财产上的一个损失 刑事局还查获 以徐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 指挥旗下成员在社群软体 创立假冒粉丝专业 张贴广告吸引民众上钩 在诱骗制投资平台注册投资 清查共有40多人受骗 财损高达2000万元 刑事局国际科 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和分局一起合作 侦办这个 组联邦民众会 从事诈骑机房工作 的这个犯罪行为的查期 那本次行动的时候 我们签分第一波跟第二波 第一波的时候 在6月份增破这个诈骑机房 里面有四名的机首 那他们从事的是 假投资诈骗 他们的手法是先在 LINE还有Facebook上面 投放广告 吸引被害人 能够轻松赚钱 投资 接下来到第二步的时候 就由第二圈的机首 吸引这些被害人加入 虚构的这些投资平台 另外还在加入 把他们拉到一个群租里面 由水军去灌这个讯息 表示在这个平台上面 获利丰厚 来吸引他们再继续加码 那当他们发现这些被害人 有兴趣在进一步投资的时候 就会再把他们 特别的拉到一个私人的群组 然后去告知他们 如何再加码投资 就可以赚取更多的钱 那当这些被害人 发现他们一直不断的挪钱下去 看到平台上的数字增加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 滷出他们自己的钱的时候 就开始向集团的人反应 一旦这些被害人发现自己受骗的时候 这些集团的棋手 就把他们踢出群组封锁 那他们用这样子的手法 进行诈骗 根据我们酸案小组的清算 已经有多达40名的被害人 受骗上当 那在第二波的行动当中 我们就根据这个第一波行动 掌握到的市政 去抓出这些集团上游的干部 那兵分三路 去查过总共亲民的犯协 警方表示 九合一选举即将在11月26号投开票 为二子黑道帮派 以暴力或黑金干扰选举 将于选前持续查契改造枪械场所 以及黑道帮派不法活动 确保选举的公正公平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为了要改善环境卫生 南港区万福里 积极进行后向美化 其中玉城街140项 目前已经完工 里长相当感谢居民与店家的配合 另外里长也很关心交通安全 配合市府在重要的入口 示办画色彩色标记 行川线 提醒经过的车辆慢行 维护行人安全 画面现场是玉城街140项 原本是老旧杂乱的后向 在万福里里长林建华的争取下 已经完成后向美化工程 首度结合市府的城市美学规划 在水泥铺面压上了花纹并上色 让后向摇身一变 变成城市中一处美丽 可以散步停留的空间 而施工过程中 里长也特别协调克服了许多问题 让后向的环境焕然一新 同时也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 这个是在玉城街140项 所以原来是一条比它老旧的 因为两边都是老旧的房子 而且房口项比它杂乱 那里办公室这边就是协调置户 把冷气一致性调高 那我们也请卫工处 因为这边卫生下水道是走这条 所以经费是由卫工处来施作 在花开以后 我们才发现说 这边的瓦斯馆非常老旧 所以要把瓦斯馆全部都更新 那未来我们里办公室 会在这个立面的墙壁 做立美化 还有旁边整条后巷来做立美化 也达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要求的后巷美协 城市美协 我们希望每一条防火巷都是非常干净 那里民不要去占用 因为它防火巷还是有它防火的功能 逃生功能 所以这个不要堆放杂乱的东西 所以里办公室在协调置户的时候 也虽然也遇到一些困难 不过也感谢里民非常配合 后巷改善之后 对环境是非常有改善 因为当时我们也请卫工处 把所有的水沟全部更新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以前水沟是没有盖的 现在是整个益柱 所以只留排水孔而已 所以整条防火巷就变大了 而且也比以前干净的多了 另外里长也很关心交通与行人安全 配合市府在同德路上 行人频繁通行的重要路口 试办画设彩色标记行川线 希望提醒经过的车辆慢行 维护行人安全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新公司 目前在推广 这个重要的实质路口 因为这边 因为刚好是晚上热热车停放的地方 所以行人穿越非常多 所以现在新市的行人实质路口 都画这种 目前在推广这个 要加强开车人的一个警示作用 那你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新奇 这个事实上也有它的效果 大家看到这种斑马线就表示行人非常多 应该车试应该要减慢 让行人优先来通过 因为这个地点离红利灯比较近 所以它不能设置红利灯 所以只能在现有的行人穿越线上面 我们在加强它的警示作用 目前看起来是效果相当的良好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人家看到人家都会觉得 哇 好特别喔 很与众不同 然后这样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会发现说 这个路口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离场的idea吗 没有 是这种目前在推的 哦 我觉得这个 重要的十字路口都要这样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因为这个地方还蛮长有一些那种状况 对 因为它刚好这个交叉路口 有的人都会没注意 就测试冲得很快这样子 那这样子它不同的造型 刚好提醒用路人说 他会发现这边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行人比较平凡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有做到警示的作用 有 有 有 让大家抽出 我觉得有达到那个效果 有效果 因为还有人曾经有说 欸 现在有立体的那个斑马线 对 对 所以这个171里 我们目前是示范的 在万福里做示范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做得很棒 谢谢 对啊 很用心啊 里长关心基层大小事 透过基础建设一点一滴的完成 希望不断提升万福里里民的各项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台湾一年有37万名的民众 因为异味性皮肤炎就一 饱受皮肤发痒 外观变化的困扰 同时也带来了家庭与社会的经济问题 异味性皮肤炎并有协会就呼吁要精准抗疫 正确的就医与保养 稳定的控制病情也减少荷包湿血 患有异味性皮肤炎的小恩 在9岁那年皮肤痒到药都压不下来 抓至出血边走边掉血 甚至无法入眠 因为皮肤问题也害怕同学有异样的眼光 索性这一切在小恩遇到同学爸爸 转接到专门治疗的皮肤科医师后有了转机 我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 她就整个异味性皮肤炎大爆发 那大爆发的状况就是全身性的 原先她只有四肢的关节处 但是到了青春期是全身 其实除了脸之外 还可以看剩下四肢啊 然后身体躯干完全都不行 就是都会脱皮屑 然后都会一点一点红红的 会有伤口 会流汤 会流血 然后全身非常的一样 所以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也在她大爆发的时候 寻求很多的医疗方式 不管透过西药 中药 或者是很多周围的人 会给我们很多的偏方 那我们就会都去尝试 那直到我们真的是走投五路 全家抱在一起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曙光 就是透过她同学的爸爸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去找哪一位医生 那这位医生就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用最新的治疗方式 也就是标靶药物 就是生物治疾 我们开始进行治疗 其实当我的孩子 开始去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一开始 她可能就是两个礼拜一次 然后慢慢的拉长那个周期 其实大概治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她所有皮肤的症状就改善了 大概百分之八十 特别最明显的改善是她的睡眠 因为其实孩子 应该说这样子的病人 他们在睡眠上面全身很痒 所以他们都是睡不好的 那睡不好其实就相对影响身体 也影响到心理 然后整天都没有精神 但是透过了这样一个治疗之后 其实她整个症状改善 第一个就是痒不再有 然后慢慢的伤口都修复 直到说皮肤整个可能伤痕 一些黑色素慢慢的退掉 就现在她 我觉得她现在的治疗 其实好了百分之九十八左右 异味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 容易复发的病 除了起氧难耐 影响皮肤外观 对睡眠情绪与工作社交 都会产生影响 同时也会带来家庭经济上的冲击 有调查发现健保 虽提供异味性皮肤炎 并有就医相关几部 但不少人为了疾病 还是自套腰包 买了非健保治疗用药 与生活用品 异味性皮肤炎病友 协会理事长朱嘉瑜就表示 期盼未来会有更多先进药物 加入健保 让病友早期诊断有效控制 目前根据健保署的资料显示 全台湾大概在109年 有37万人左右 因为异味性皮肤炎而就医 那我们保守估计来讲 因为也有些病人 他没有来用这个西医 或是健保来就医的情况 所以保守估计 应该是这个的2-3倍的数据 这个耗发在婴幼儿到儿童期的一个慢性 反复性 很痒的一个皮肤疾病 那因为他很痒 所以就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那包括半夜会睡不好 那导致长期的情绪低落 还有失眠 那心情的忧郁 那除此之外 他会有些共病 包括慢性的支气管的过敏气喘 那还有鼻子过敏 眼睛结膜的过敏 那等等都会造成他身体 跟皮肤 还有身上跟全身的一个负担 那久而久之呢 他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调试困难 还有就业跟交友上的困难 那在学业成绩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他影响是很多层面的 他最重要的是基因 我们已经找到异味性皮肤炎的 致病菌有好多个 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思聚蛋白的基因 它的表现太低或是有突变 都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保护力不好 那从此就会容易造成一些 过敏的渗透进来 那除此之外 还会因为皮肤的伤痒去骚抓 会破皮 那后天性的就是环境的因素 包括沉满的过敏 毛毛 狗毛 黴菌 还有一些环境中的其他过敏原 都会造成异味性皮肤炎的恶化 好的 那异味性皮肤炎传统的治疗 包括吃抗组织来止痒 还有擦乳液来保湿 那如果有发炎的情况的时候 要擦肋固醇的药膏 或是免疫抑制剂的药膏 那如果这个效果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用光疗照光 或是吃免疫抑制剂 就是低剂量的化疗药物 来控制皮肤的发炎跟免疫反应 那如果这样的效果不脏 或是产生的副作用 那目前最新的治疗方式 包括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生物制剂 就是用针剂的方式 那它是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制剂 那我们俗称它就是类似标靶治疗 它会针对我们过敏的 这个最重要的戒白素 第四号跟第十三号 来做一个双重阻断 来达到抑制过敏反应的一个目的 那好处就是它不像类固醇 会有很多很多的免疫制的副作用 基本上它对人体幾乎没有什么副作用 顶多就是造成一些轻微的结膜的 眼睛红的反应 那除此之外 还有新一代的就是口服的小分子抑制剂 那它也是比较属于标靶性的抑制 它是针对抑制性皮肤炎的最重要的发炎的物质 来做一个阻断 那就是俗称的JAK抑制剂 那目前效果也是很显著 健保有几副 生物质剂的部分 从2019年12月开始 我们健保就已经有几副 但是由于它的价格比较昂贵 考虑到健保的财务的负担 所以我们会健保的规定 就是会针对比较重度的病人 疗效不佳的病人来做几副 所以过去的标准是要使用至少两种的免疫治剂 三个月足量效果不好的人 再加上光疗三个月效果不好的人 我们才可以用健保来使用这个生物质剂 那也要感谢健保署 听到我们很多病友的声音 从2019年到今年的7月底 那它也做了一些调整 从今年8月1号开始 健保有放宽生物质剂的几副标准 第一个它放宽到12岁以上就可以用了 那以前是18岁以上 那第二个呢就是 它把原来的这个分数要20分以上 降低到16分以上就可以用 所以大大的造福 原来所谓的中度 比较严重的这群病人 以前是没有办法使用 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接着世界意味性皮肤炎日 协会发表调查报告 期盼患者能正确就医 并且重视皮肤炎问题 及早治疗病情 避免长期影响家庭经济 甚至是工作与生活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谢谢 HOME PLUS中家观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接下来是一则温暖的生命故事 地点在万芳医院 有一位罹患肝硬化末期与肝癌的曾先生 获得妹妹勇敢捐赠肝脏 接受肝脏移植手术 让她重获新生 而兄妹的手足情声也让万芳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当感动 在家人与万芳医院医护人员的陪伴下 56岁的患者曾先生切下蛋糕 庆祝重获新生 曾先生因为罹患肝硬化末期与肝癌 甚至出现肝脑病变的症状 急需进行肝脏移植 不然生命就会发生危险 索性与妹妹的肝脏成功配对 妹妹也相当勇敢地捐赠肝脏来救哥哥 这样的兄妹情深 让万芳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当感动 那后来我看到我大哥的肝脑病变 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在急诊室跟我大嫂说 跟我大哥说 那时候我大哥已经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捐 我说出口我就说我捐 然后我就接下来的 你说心态也好 说真的一个撒劲 一说没有动过这个手术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是天犬之人 在我看 因为在我评估的过程当中 我意外地发现他们的基因 六组基因就是三 这六个基因是百分之百相同 在我们的基因学当中 父母亲生出来之后 兄弟姐妹之间只有25%有这个机会 他们居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组合 一切的这个因缘剧组 但在理副院长还有大院院长还有所有的团队 为我们这么大一个阵仗 那说真的我只是就躺在上面吗 这样子 但是你们这么吉利的这么细心的 这么呵护的 照不到无微不至 我说真的这个比乐透还 哇我跟着真的是很难中啊 真的 那我觉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让我们圆满 谢谢 谢谢 这是万芳医院完成首例活体肝脏移植 医疗团队全力以赴 过程中也不断鼓励家属 医护团队的温暖与贴心 让患者曾先生与家人获得很大的支持力量 于是接受移植手术 希望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刚好我 就我妹妹 她 非常有勇气 她愿意见你 我真的心里觉得 我何德何能 会这样 又碰到一个理副院长 这么热心的人 然后整个生活病毒之后 我愿意来试一下 这没什么问题 让这个活力肝脏的 让我们这边的 博文医院 能成熟发展 那我之后看了照片之外 原来为了我这个活力肝脏 我这个团队好像一个联队一样 哇那照片看 哇满满的都是人 我就吓一跳 我说哇真的是非常感谢 真的是谢谢那个 那个理副院长 还有宋宋宋医师 这样子 那之后我现在的 那个 那个 恢复的情形就是 现在只剩下伤口方面 微微的移动而已 那其他部分的话来讲的话 还好 那就是因为他的肝硬化这么严重 加上有肝癌 所以我先生 然后又有肝脑病变 所以呢我小姑 她看了之后 她很捨不得 她就主动说她愿意捐肝 因为她要让大哥活下去 而且她说她跟我说她梦见了我过世的公公 那我觉得很感动 好那我们就在双额医院的介绍之下 我们来到了万芳医院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万芳医院就医 我们跟李明哲副院长也都不认识 可是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她看到我们这样子 然后急于请她帮忙 她就是这样尽全力 而且她都用那个最极见的态度 最极见的速度 然后来帮助我们 真的很感谢大家 然后来到万芳医院才知道说 真的你们对病人的照顾 真的是这样子是第一流的 因为9A的每一个护士小姐 然后护理长 然后也很亲切 然后呢再让说这些药师 然后复健师 还有呼吸治疗师 来到我们的病房都不止一次 就非常的关心她 就连宋医师在星期日的时候 看医生你们平常工作那么辛苦了 然后她在星期日还特别去加护病房 看我先生的病情 然后礼拜日也有来到普通病房 看我先生的病情 真的让我真的觉得 万芳医院你们每一个医生 然后每个护士都很好 所以感谢万芳医院 然后呢 然后今天知道说 这个院长愿意为了我们 然后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 对 我也告诉我先生说 我觉得这条命医生们把你救回来了 那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我们要用接下来的生命 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我们可以跟你讲说 跟他们讲说 如果跟你有相同情况的病人 要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今天对万芳医院来讲 是一个历史的一天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8月23号 823 我想这个日子也是对万芳医院来讲 是一个里程碑 那首先在这边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团队 在理副院长带领之下 大家发挥合作的团队精神 那完成了真的重要的一个手术 那我知道在这个手术当中 其实有很多非医疗的人 也非常的投入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边 特别感恩就是我们这个 增加的这个家属还有朋友 给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 那在初期的时候呢 譬如说我们必须要有精神科 心理师社工师 能够参与来评估这些 捐赠者受伸者的状况 是否符合做移植手术 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在移植完之后 必须要终身服用药物 所以必须要对他们的身心状况 能够有一定的了解 那才能够让他们去执行 再者的话 因为他是活体移植 所以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要透过 倫理委员会的这个审查 认可之后 我们才可以执行这个手术 那术中的话呢 所动用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只有外科医师 麻醉科医师 举番从护理人员 开刀房的这些供应室的同仁们 那以及呢 药剂部 检验部门 那输血部门 那在手术完之后 进入家后病房 家后病房的三班的照顾 24小时不间断 那医生们必须要照顾 护理人员必须要照顾 在中间的话 我们会不断的抽血 甚至必须要给予输血 还有特殊的药物的使用 所以在在的呢 就显示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医治手术 所动用的资源 几乎是请全院之力 在所有医院当中 各个部门 都必须要来参与的 所以他说 他看到了连队 其实坦白讲 不是一个连队 几乎是一个失了 第一个我们要这个 先送到医院 然后呢 我们遇到一个好的医生 那他判断出来之后 他一定会跟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那当然如果说不同的病 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医生可能会跟你讨论 那你就是做一个好好的选择 那我先生呢 他是 他也不是说放在肝癌方面 肝癌的方 有治疗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他都不适合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是肝硬化 已经是末期了 所以就只有肝脏移植 这条途径 那以前我可能偷偷的观念 我都觉得 这是很严重的手术 然后我真的觉得 危险性很高 很害怕 可是后来我又想想 我觉得医生都这么有信心 他说 我都准备好了 那我觉得我们还怕什么呢 如果你不做 那当然也是 就只有这样子死掉了 那我真的觉得 如果一个这样的医生 他都愿意这样来帮你们了 然后要活着的是我 所以呢 身为我先生的最亲近的家属 就鼓励我先生说 对我们一定要做 然后像我这样子照顾他 这样的辛苦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家属 我也可以去安慰他们 给他们支持的力量 再来就是说我们要做更多的好事 像我们是不能像医生有这样的技术 可以去医治人们的病 但是如果说 我们看到有病苦的人 然后甚至说 好 像我比较 我有一个心愿 像我跟我先生 可以去帮人家祝念 因为我觉得是 累积福报的事情 然后我希望说 当然这样子是觉得 已经说是为他们好 可是我最后是觉得说 希望能够累积这样的福报 然后当我走完人生 最后一层的时候 可以 就是他们再来就是帮助我 然后我希望说 接下来的人生会更顺利 而患者家属 希望借由这个亲身经历 呼吁民众定期筛减 注意自我的健康 同时也要鼓励所有患者与家属 勇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不要放弃任何希望 感恩能够获得重生的机会 未来也将积极助人累积福报 达成善的循环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为在京华街一带的原台北行务所官社 历经三年多 投入超过两亿元的经费修复 以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媒合营运团队 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 打造龙井时光生活园区 引进了养生体验 餐饮文化及亲子友善等15个品牌进驻 让民众秒飞日本感受浓浓的日式风情 日本和太古振奋人心的鼓声为圆区揭开序幕 为在京华街一带的原台北行务所官社 历经三年多 投入超过两亿元经费修复 以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媒合营运团队 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 引入民间力量修复活化文化资产 打造龙井时光生活园区 也是现有老房子文化运动 占地最大的文字标的 我们台北市文化资产超过500处 那当然 这在全台湾是数量最多的 那么这500处的文化资产 要怎么修复是一个大问题 透过公司协议的方式 来做这个修复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排 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超过两亿元来完成 我到现在为止它是一个硬体的修复 其实刚才更多是 将来怎么去长期营运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 那么台北市到现在为止 所谓的老房子运动有22处 当然已经有一些是相当成功的范例 包括这个阳明山的女君宿舍群 这个是 这个是目前被看到最完整 我觉得这一栋 因为它交通相当方便 它在三个绝运站的中心点 包括这个古亭东门跟中间纪念堂站 因为在交通上面的便利 还有这个 有达到一个经济规模 所以我事实上 纯粹从都市警官的角度来看 我预期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卖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公司协计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北市人 允许这个厂商修复的这种费用 可以从这个房子税 地价税租金去抵掉 那这样我也用这个方式 让我们台北市到现在为止 这个老王子运动 恢复 那 预计在年底前还有两处会在修复开幕 那这个地方是这样 它从 过去就是所谓的温柔町 一直到温柔町 所以包括 我们台北市这种文化局 跟台湾大学也有签那个合作备方路 目前正在做一个最后温柔町的整个整体规划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高楼大厦之间 你知道 也保留这种 有怀旧风 那种 怀旧风味的这种一些建筑 穿插在里面 我想可以让台北成为一个更 更有文化的城市 那所以 宜居永续城市 这种努力的目标 那今天就算开幕了 再来就拜托 大家一起努力经营 让它 因为这个要什么样的厂商 那什么样的店家要进来 那怎么经营 其实这还是大学院 所以 就继续努力 大家加油 1905年建成的原台北行务所 作为台北监狱的前身 是日本政府在台北城外 第一项大型的公共建设 2013年登陆台北行务所官设 为历史建筑 2016年有部分因火灾焚毁 市府投入一亿四千多万元进行修复 并没和营运团队再投入五千八百多万元 以容景时光为名 打造适合全年龄民众共同体验的生活圆区 我两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能够做到什么 我昨天 我这个 这两个礼拜都在这里 我昨天看到非常多景象 让我非常多 非常的感动 第一个是 我看到很多肢体障碍的朋友 坐着他的轮椅车 来到这里 我也看到孩子 妈妈推着孩子 不用坑坑巴巴的 推着他的娃娃车到处去 那这里可以提供到 这两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再来 还有一切的感谢 其实要从文化局开始 从市党这边开始 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 民间有再多的力量 再多的金钱 再多的投入 其实很难回馈 还有我们跟居民如何的共融共好 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我真的要感谢一下 我们在座的这几个品牌 为什么呢 因为有他们 我们才能够让这里发光发热 真的从零岁到99岁 从毛孩子一直到任何你需要我们 我们服务的地方 我们都会想尽办法 让这里的居民 或者是来的游客 能够达到他来到这里的目的 那稍微一个小故事 前两天 因为台风 一棵树不小心跌倒了 那个老树 那来的人呢 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你知道吗 这一间有曾经 这一间面店 有来过谁 吃面的有成龙啊 刘德华 林青霞 他说我来不及参与 我说我都不知道 他说那这个是居民 然后他还从新竹的山上 挖了一棵树 种在那里 他还告诉我 跟我说他种在那里 我等会我就跟他讲 你这么多故事 我可不可以请你来讲给我听 你来告诉我们 我们过去来不及参与的 他说好啊 我非常热议 还有一位 告诉我们的建筑师说 我曾经是住在161号的居民 这里的总统 过去我们来不及 但是我相信 未来我们会让这里更 发光的发热 老屋 新店 共创荣挤 谢谢 那我们一居股份有限公司 是成立于2018年 那至今为止 我们其实都是一直乐于 打造一个全新体态的 一个长寿服务 让养老这一件事情 不再只是存在于老年人 就像这个园区一样 像我们刚刚前面 白志信长介绍的一样 零岁到99岁 是我们希望去打造的 也是我们一居一直以来 一直在尝试去做的事情 而熔景时光 是我们一居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的第一个 乐林生活园区 那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这么多人 来今天参加这个会议 那特别感谢我们的 台北市政府科市长 我们的文化局的各位长官们 还有我们各位营造团队 建筑师们 一起努力 打造了这个园区 也就是大家努力 今天我们熔景时光 才可以以这样子的形态 跟各位见面 那也希望以后未来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熔景时光 也在我们 为我们的后面 这一些同仁 我希望可以为 所有一切为这个园区 做出贡献的人 可以给他们一点掌声 文化局表示 预计今年底 台北市将有22处老房子 对外开放 原台北行务所官社群 未来将与临近区域的 景丁日式宿舍群 周边林务局局长就宿舍等 日式房舍文化资产 共同串联合作 创造文化台北的散策新路径 形塑台北的新美丽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位在酒份上的黄金博物馆 是相当知名的景点 不过您知道 在它的后方山腰 还有一座金瓜石神像吗 在台电积极修复下历史五年 这一座百年神社 重现世人面前 结合AR科技 再现百年历史场景 重回当时的黄金岁月 行金鸟居石灯笼 沿着阶梯走往神社遗迹 这一座位于黄金博物馆 后方山腰的金瓜石神社 创建于1898年 是台湾史上第三座神社 也是当时地方重要的信仰指标 不过受到战争的损坏 仅存两座鸟居 集展石灯笼 及社殿的地基与梁柱 这一座神社 是一个古籍 一个古籍 很有名的造材 这个山神社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在上头的四层 黑金的坑口 因为在采访后 要有大型的名字 所以他拌下来的下 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我们佳河 十年年手的完成 做这个工具 因此从2017年起 台电启动神社修复计划 以残疾保留及保护梁柱 不倒的方式进行修复 过去大家来黄金博物馆游览 那因为神社没有特别被指出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修建 所以大部分的游客 他还是经过而不知道 那那个神社事实上 是在黄金博物馆 背后的半山腰上面 今天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参观 那希望未来 它会变成一个 台湾我们的国民 觉得心目中必来的景点 台电古籍修复成功 掌声鼓勵 在台电代理董事长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敲锣下 历史五年 百年神社在中秋节重现四人面前 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 感受成风已久的百年矿山历史 看起来很漂亮很壮观 对 没有来过 第一次来 其实是来九分好几次 然后我是来这边 我是外国人 然后我是觉得今天刚好来这里 然后看到 是第一天开放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我朋友有介绍说 这边就是日本以前的一个建筑 那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 日本跟台湾文化就是 我就是很有兴趣的 台电修复古籍的用心 也获得地方赞扬 直说相当感动 台电在维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看到说 他们发现竟然附近还有一些残机 后来又再次跟文化局提出一个 修正的一个用心 后来连同神社附近的这个噴水池 也一并的展示 其实真的很感动台电这一次 很用心的来帮我们神社做一个 古籍的再延续 台这样就是有了 然后你就按一下 除了维护古籍现状 修复团队更将古籍与AR科技结合 怀孕年第二代神社的木制了居 与玉神等等 游客只要用手机扫描QR后 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消逝的百年历史场景 甚至能和它互动合照 科技的方法让过去的历史面貌 历史建筑面貌 能够在你的手机中呈现 那这是一个扩张我们体验方式的一个新的办法 坦白讲 最近很流行元宇宙 我们的世卫部还有一个跟宇宙相关的科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过去这些 跟未来甚至对未来的想像 透过这些动画跟特效的形式 能够呈现让大家的想像的能够更有发挥的空间 台电方面提醒 由于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出坑口 还有零星工程必须暂时关闭道路 因此金瓜石神社正式开放时间 会再另行公告 台电方面也透露 后续将针对太子宾馆等历史建筑做修复工作 希望早日修复完成对外开放 让游客能更完整体验百年黄金三层的人文历史魅力 记者张其腾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评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金融市议会进行任内最后一次市长施政总报告 虽然报告书后达322页 但这一次并没有念报告书 而是经由议会同意 由市长报告8年的施政心得 分享如何翻转基隆治理城市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基隆市议会进行任内最后一次市长施政总报告 虽然报告书后达322页 为历年来市长之罪 也展现任内推动的政绩 不过林又昌这次并没有念报告书 而是经过议长蔡旺连 征询议员们同意后报告8年的施政心得 对于带领市政府团队8年来推动各项市政建设改变基隆 林又昌很有信心认为 治理基隆的经验已经成为治理城市的教科书 因此也希望基隆甚至是各县市 想要参选市长的人选 可以听听看他的报告 如何翻转基隆治理城市 创造所谓基隆障碍 其实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经验 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教科书 我常常说其实基隆我们能够完成的 基隆可以做的 全台湾其他县市应该也一定做得到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条件 是最缺乏的 我们的相关的资源人才的条件 是相对匮乏 我们并不是指驾市 虽然我们是在大台北首都圈里面 但我们却是唯一一个 不是指驾市的一个城市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当就是我们能够成就的这些成果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提供给 其他城市来参考 也可以让其他的城市更有自信 来改造他们自己的城市跟家乡 所以 其实我是蛮希望 包括现在我们本市的所有的市长的候选人 甚至是包括全台湾现在正在选举的市长候选人 其实可以听听看 我们这八年 我们是怎么样 让一个吊车尾的城市 变成前段班 我们怎么样建立基隆经验 我们怎么样 甚至创造了所谓的基隆的障碍 包括改善基隆财政状况 如何带领市政府各级政务官 事务官以及公务人员目标一致 推动市政建设 和站在中央以及临近县市政府立场 共同合作争取协助 突破困难 达成建设目标 让基隆从吊车尾的城市脱胎换骨 赢回基隆人的荣光 林又昌感谢前议长宋伟丽 议长蔡旺莲 以及所有市议员们的支持和鞭策 更感谢所有市民给他机会 能够推动市政实践梦想 让所有市民都成为骄傲的基隆人 市政的报告322页 这些是成果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达成这个成果 这些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用口号换来的 而是透过很多的一个努力来完成的 那最后呢 在这一次322页的市政报告的最后一页 通常我们在写报告的结论的时候 会写得很长 但报告的最后一页在314页 我们的结议是 基隆就是一个成就梦想的一个地方 基隆其实就是一个成就梦想的一个城市 那未来基隆市的一个挑战在哪里 基隆市的挑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在大台北首都圈 北北基陶这1000万人口的这个都会的范围里面 去积极的扮演我们的角色 然后去积极的去成就完成 我们这个城市所能够提供或者是所能够给予的一个贡献 也就是回到刚刚一开始我讲的 今天我们要帮中央 我们也可以协助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城市 同样的北北基陶首都圈 如果要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不管是台北新北或者是桃园 也应该站在其他城市的立场跟角度来思考 并且协助解决问题 这样子大台北首都圈1000万的人口 各自都市里面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解决 如果只是在自己的辖区的范围里面去找答案 通常是很困难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年代 需要的是更大尺度区域的一个合作 所以最后在这边满满的一个感恩跟感谢之意 感谢议会感谢议长感谢市府团队感谢所有市民 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推动市政 然后能够去实践我的梦想 让所有的基隆市民 大家都成为一个骄傲的基隆人 三十二校超过五百位学生 摩拳擦掌挑战趣味熔洲版竞赛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除了在学习之外 可以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然后让船越快 这几年来的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 这个水域安全事件平常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趣味的方式 让更多的基隆市的这个各级学校的学生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翔安 西洋市政府为了这个推广水域安全 以及这个就是让小朋友更多元的 去体验一些水域活动 我们跟海洋大学合办 这个2022龙洲版智慧竞赛体验 那除了让小朋友体验水域活动之外 也训练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要 把龙洲版往前这个滑行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藉由这个活动 除了推广水域安全之外 也用气味的方式 来让小朋友 学生来体验这个团队合作 那相信这个活动 都非常受到基层老师 以及基层学生的一个欢迎 那未来会继续期待 除了海上紧张刺激的趣味 龙洲版晋赛外 岸上还有两座超大型的清水体验池 主办单位宣导救命舞步 防命十招外 还与学生进行互动式的水域安全宣导 让学生在欢乐的情境下 认知与完整的学习到开放水域活动时 需要注意的安全 自救与防腻事项 好玩 下次还要不要再来 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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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